因為其實我們最常發生在 目前發生在這種獨居老人最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可能出現一些身體狀況的態度 比如說類似像是氣溫過低了 或者說一些那種啟發性的病症發作 高血壓或者什麼之類的糖尿病等等 他發生這件事情 他第一個其實在正常狀態 如果不是他是一個坐著或者是他的狀態 他一定會有跌倒的這種狀態產生 那他一旦有跌倒的這種狀態 或者說他可能哪裡不舒服 就跌倒的狀態產生的時候 他就可以及時去通知需要 或者說能夠來協助的這些人員這樣子 那這個就可以去避免掉很多 就是可能發生老人跌倒 老人昏倒了 然後在家可能一兩天沒人知道 然後導致他生命就是 對這樣子 這些事情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回到IC夢想家 我是藍軒 這個現場邀請到 是孕育科技的創辦人 也是執行長包伯君 我們剛剛聊到真的是 這個台灣的 2025年吧 就要進入到 每五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是60歲以上 這樣的一個超高齡社會了 但是問題在於說 很多長輩也就是他雖然衰老了一點 但是他也不見得真正住到長照機構裡面去 而且長照機構的費用 坦白講對很多的家庭來說 也還會是個負擔 所以當他開始出現了 老病殘這樣那個狀況 卻還沒有進入到機構之前 在居家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透過科技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剛剛在跟博君聊到的 最主要是屬於這樣的一個居家照護 所以有一個所謂的EVS 這樣的一個系統 他可以去偵測 是不是長輩跌倒了 但他同時可以顧及隱私 所以聽起來真的是 甚至方便許多了 這個EVS還可以做什麼用途呢 如果聽起來這麼的 你看你剛剛講說 靈敏度高 價格又低 然後功率低 功率低 功率低意思就是耗電量低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他的記憶體的消耗率也非常低 所以目前多半是應用在哪裡 其實EVS他這個 我們講在所謂的醫療照護這方面 其實還有包含一些人體的行為偵測 或者說動作偵測 就譬如說舉個例像運動員 或者說一些在做復健的人 那他可能要去很瞭解到說說他整個復健狀態 或者是他運動 不管是跑步啊 游泳啊 投籃啊等等這些不同的動作 那他可以透過EVS sensor 他可以去做到一個很快速的 把他的所謂的整個影像去擷取下來 可以去做一個很精準的分析 他哪裡出了問題 這是一點 就夠不夠精確就是了 對他動作精不精準啊 或者說是不是哪裡有偏差哪裡有歪啦 或什麼之類的 這類型可以透過EVS在這樣非常高速的 這樣子的動態影像去捕捉下來這樣子 那當然他還有另外譬如說像是在交通啊 或者說像是在工業上啊等等一些 非常多不同領域的應用 其實都還蠻多的這樣子 是齁 你剛剛這樣講他單價到 我的意思說他 因為他還要等於要連結到警報端 你警報發出去之後 他可能是要到醫療單位 是不是等於要讓醫療單位知道這樣的一個 狀態嗎 是連結到家人 現在其實在台灣的法定規定是 這種私人的系統 是不能連結到所謂的警銷醫院是不行的 可是可以連結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依照台灣 台灣目前大家最常使用的一些通訊軟體 舉例LINE 對 我們可以做到所謂透過系統端跟LINE 去做一個推播 這是第一點 甚至說可能你會有一些去居家照護機構 私人的機構 我可以跟他做一些系統串聯 然後把我這邊如果發生了 譬如說我這個家庭發生什麼問題 那他可以把狀態反饋到這個所謂的 私人居家照護機構 這樣子他們可以派人去來做一些協助 或者說一些觀察的一些狀態 你這樣講有些比較是區域性的醫院 他事實上已經有這種在他的這個區域範圍裡面 有些長輩他們都會定期的到你家去看一看 那如果說跟這一套系統連結之後 他就知道什麼時候該去你家看 就是說什麼時候他可以主動的通報你 是應該是說他可以非常real time 就是其實的知道說這個長輩在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他跌倒了還是他怎麼樣子 有什麼樣狀態發生了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技術去做一個很其實的傳達 因為其實我們最常發生在 目前發生在這種獨居老人最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可能出現一些身體狀況產生 比如說類似像是氣溫過低了 或者說一些那種激發性的病症發作 高血壓或者什麼之類的糖尿病等等 他發生這件事情 他第一個其實在正常狀態 如果不是他是一個坐著或者是他的狀態 他一定會有跌倒的這種狀態產生 那他一旦有跌倒的這種狀態 或者說他可能哪裡不舒服 就跌倒的狀態產生的時候 他就可以及時去通知 就是需要或者說能夠來協助的這些人員 這樣子 那這個就可以去避免掉很多 就是可能發生老人跌倒 老人昏倒了 然後在家可能一兩天沒人知道 然後導致他生命 就是對這樣子 這個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剛剛講 還有用在復健啦 其他不同的應用 那除了這之外 你剛剛也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跌倒的當下 有動作上面的差異 你可以偵測得到 像如果有些是屬於那種 真的是生病 尤其是像這些年 我們經常發現 不只是長輩 有些年輕人 猝死 比方說他也沒有跌倒 他就在睡夢中 或者他就是休息一下 就沒醒過來了 我第一次說 好那像這個東西 對於長輩來說 事實上 他發生的頻率也變得高 對不對 沒錯 那他可以去 他可以偵測到嗎 有任何東西可以偵測到 一個人的心臟停止嗎 可以這個樣子嗎 有 就是在接下來 我們這個 所謂的UX的照護 照護系統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 Life Detention 就是我們講叫生命偵測的 的這樣的設備 那這也是我們 未來之間開發的設備 那這樣 基本上現在他是 利用到一個叫 Mimi Wave 毫米波雷達的一個技術 他可以去偵測你的呼吸心跳 的身體狀態 那他可以很直接的告訴你說 這個人是不是還活著 這件事情 對他是不是身體有什麼狀況 其實人體有什麼狀況 產生的時候 其實你的呼吸心跳 是會有改變的 對 那甚至說我們可以長期去追蹤 這個人 他的呼吸心跳的頻率 去提供給醫院 或者他的醫師 有一些長期收起來 數據判斷說 他的身體狀態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他為什麼可以偵測到 他是放在他身上嗎 不是 不用他就是也是像一個 Sensure感測器 掛在那邊 然後他就會一直打雷大波出去 然後去做經過一個反彈 然後回來做一些AI分析 等等之類 就可以判別說他是不是 狀態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是不是有點像那個 像海豚去偵測海裡面的東西 他是靠聲波 聲波撞到東西 反彈回來 還是說前面有個障礙物 類似的概念 所以你說這個雷達 聲波就是為什麼要波 陶密波雷達 陶密波 他就會 就是有雷達出去 然後碰到這個東西 然後心跳改變了反彈回來 所以說當他沒有心跳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不同的反彈 他就出現一個固定的頻率 因為你只要你心跳呼吸 是會有一個微幅的震動 所以他每次反彈回來 那個波長會是不一樣的 對 他除了說是不動他就固定 所以一段時間都是固定的東西回來 我沒有看過心電圖 有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概念 對 那他有一定的距離範圍嗎 還是說整個房間都可以充滿著 都可以真的 沒有他當然還是要一個距離範圍 對 他還有幾米的範圍 目前在 我們目前研發差不多在四米左右 兩米到四米之間 兩米到四米 對 我跟攝影師中間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在房間裡面 放著一個這樣 不大吧 不大 他就可以偵測到 我是不是還活著 可能 對 就是看各個角度 可能要稍微放一下 這樣子看房間的 要放不同的角度 對 那就不只一顆 舉例他如果打不到你的胸部的話 那應該也是沒有用的這樣子 你這樣講 那如果冬天睡覺的時候 跟很厚的棉被呢 偵測得到嗎 基本上的話 目前太厚的棉被 他還是會有阻擋這個問題發生 對 那基本上 通常我們這種東西是針對 譬如說 有在臥床啊 或者說 他可能長時間躺著 我們針對 你躺著的狀態去偵測 那會是一個最準的 這樣子 OK 所以意思就是他有個深度學習的過程 就是了 就是假設你一直蓋著後輩子 那你現在的狀態是這樣子 但是突然之間狀態不一樣了 所以也可以辨識的出來 是這就是還要在開發中的一個技術 這樣子 對 所以這樣講起來 AI 事實上 我們公司在這些各項技術的核心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在 就是專門在做 AI 演算法的開發 對 應對在對應不同的 sensor 不同的狀態 不同的使用 這樣子 所以在這一塊上面是我們專門在做的東西 所以你比較像是一個整合式的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是面對的是全世界已經有的一些科技產品 但是它可以做為什麼樣的應用層面 這部分你們就是一個整合的解決方案 是這個概念嗎 可以這樣說就是說 現有技術或者說 一些比較未來技術 但是你們是開發嗎 你們是技術開發嗎 我們是技術開發 你們也是開發 對我們是技術開發 所以不只是應用而已 不只是應用 當然就是說 我們只是說我們剛剛提到說 所以我們公司最主要是在做 AI 這一塊 但我們還有一些 third-party partner 是會跟我們譬如說做 hardware 的 做 software 的等等這方面 這樣子 這樣子 OK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針對高齡化社會的 長輩的照護 大概是這兩個比較新的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EBS 一個就是你剛剛講到的 這個奈米波 可以 好米波 好米波 對 好米跟奈米 奈米更小對不對 對奈米更小 OK OK好 一個就是偵測跌倒 一個就是偵測有沒有生命跡象 我想如果有這些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如果價格算平價的話 平價吧 其實新技術的東西當然不能說很平價 可是基本上我覺得是我們也做過很大量試調 那基本上是大概符合消費者的心理範圍的價格 欸 試調一般人接受的範圍是怎麼樣 其實針對不同的產品 就是你當然就是說 我舉例你可能一個長輩要應用很多顆 那你這東西就不能太貴 那如果譬如說像我們 EBS Sensor這顆 這個 這個Sensor這個 這個 它偵測的範圍大概就是5米乘以5米 所以差不多就是一個浴室的大小 嗯 就是一般正常浴室的大小 5米乘5米很大 對 那針對這樣整個浴室 它用一顆Sensor就可以完整的去保 去Protect 你的這個 你這些使用者的這個狀態 那其實 我相信生命是無價的 那所以呢 大概是在萬千 萬以下 萬一下 因為每一個人的那個不一樣 對 差不多萬一下 這樣子 聽起來還算是可負擔了 對 就是 MSR7價格我覺得目前 試掉起來其實是還蠻OK的 那它的那個呢 壽命有多長 機器本身 就是那個器材本身 基本上我們都提供 兩年保固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保固的好 放在浴室裡面會因此而有很多霧氣 水氣因此會那個嗎 我們基本上我們的技術廠都IP65的防水 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針對在浴室的這種 的 情境下去設計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防水是必須的 好 聽起來應該還蠻實用的也蠻值得期待的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這是針對這個長輩的照顧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到事實上 對於智能居家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或者這個夢想 或者大家在這個YouTube上面 我們曾經看到太陽路的影片 我覺得都好夢幻 我覺得說 哇好像有了它 一聲指令下來 或是甚至你不用指令 遠遠的 你知道按個什麼按鈕 你在家裡面回到家 就是一個 Home Home Sweet Home 但事實上好像在台灣 其實很少看見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蠻有 為什麼 然後呢而且現在在國外 它已經應用到什麼層面了 什麼樣的程度了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呢 那台灣接下來的話 可以迎接什麼樣子的一個 智能居家的未來呢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IC夢想家 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